也许就是黑豹的音乐就是不适合豆豹 但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因为什么走 但绝对不是因为音乐理念上的不同 并不是因为音乐理念 这是我们在生活上的 1991年豆豹宣布退出黑豹乐队 最后一场演唱会上豆豹唱了黑豹所有曲目 像往常一样 他从舞台这头跳到那头 拎着卖家跑并全场 台下的乐迷也一场兴奋 跟着唱跟着吼 最没人知道这是豆豹辞职前的最后一场表演 豆豹之后 黑豹乐队从受人追捧到民村释放 养活乐队的代表作 依旧是30年前豆豹写的《无地自熟》 仿进关乎豆豹退队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豆豹因王菲和队友决定 一种是音乐理念不同 如意有约理 黑豹乐队的吉他手李同这么透露 豆豹的早在牵扯到黑豹乐队的 内部的一些隐私 牵扯到一些朋友的隐私 所以就真的不太方便讲 当然可以这么说 不是因为音乐上的不同 他才离开赌道 绝对不是 1990年 乐队键盘手鸾树把女友王菲介绍给各位兄弟 那时豆豹长相帅气又有才气 王菲也没躲过这场桃花节 两人不顾已有恋人的情况下 呼声倾诉 据吃瓜网友透露 乐队某次演出后 鸾树让王菲出门满洗份饭给大家分一下 原本看到在沙发上的豆豹 立马穿鞋找外套一同出门 结果两人再回来一直第二天凌晨 后续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豆豹剪掉长发退出黑豹乐队 王菲与兰树分手和豆豹一起在四合院 邻里街坊每天早上都能看到 豆豹光着帽子到摊云 也能看到王菲沿着鼻子上公共厕所 知名作词人姚千 看到这张照片后灵感扎心 分分钟为王菲量身定做了我愿意 王菲与豆豹的爱情感动万千大众 豆豹本人却认为与王菲婚姻就是一场阴谋 坊间传闻豆豹有被迫害妄想症 造成的这种坏的结果也是他人的设计所导致的 你是说前面的婚姻是吗 对 因为我记得你曾经好像对媒体说过 你觉得之前的婚姻是一场阴谋 是 在豆豹眼底所有接触他的人都想害他 就连曾捧红他的经纪公司也是如此 1994年豆豹联合张楚和勇唐朝乐队 在香港红看开了演唱会 上万人的体育场空无虚席 相当大一部分粉丝还是内地跟过去的死忠粉 三个小时里无论是观众还是歌迷 大家都跟着歌手一起嘶吼摇摆 体育馆的不少椅子被大家的热情撞坏 更别提当初火边亚洲的四大天王还在台下全程观看 就是这场被封神的演唱会 豆豹最绝的是自己一生的耻辱 演唱欧乖时 豆豹不小心放了几句词 在场观众毫无介意这个意外 就连公司也觉得是插曲 但豆豹反应异常激烈 他认为妄词是听打的事 发行现场录像前需要通知歌手进录音棚修复 但是公司并没有这么做 豆豹前世觉得公司居心不良 甚至有诋毁自己形象的嫌疑 什么所谓巅峰 什么新音乐的春天 那些都是骗人的 豆豹反应过激的行为不止这些 2004年 豆豹和妻子高原离婚 随后还与高原前男友丁吴产成过节 这场八卦被传得特别玄幻 还有很多媒体想开专访 2006年 卓威采访豆豹悲剧 于是杜撰了条新闻 豆豹每月给高原500块 丁吴劝气看心理医生 豆豹看完气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满脑子都想和卓威当面对峙 他给报社打电话要求面谈 结果对方并不服约 豆豹一气之下抄起汽油烧了楼下的车 这就是著名的火烧报社事件 发完脾气后 豆豹紧接拨打110报警 最后坐在旁边凳子上乖乖等警察到达现场 他曾说 之所以报警是想控诉媒体没道德 结果自己倒成了罪人 整个娱乐圈没人能比豆豹更接地气 去苍蝇馆的吃饭 在商场买促销衣服 穿着冲锋衣坐地铁 平常出门不坐好车开小电驴 大家好心忘了他曾是乐坛顶流 也曾是千万少男少女心中的偶像 豆豹天生是歌手这晚饭 16岁就跟着艺术团到处走学跑天场 走学的苦已吃93年 直到1988年才实来运转成功转型 这年黑豹乐队极其主唱 惊人介绍后 黑豹前经纪人郭传霖带着剑盘手卵树 专门去石井山看了多威的演出 那时多威掌强俊俏也会打扮 在一杆平常衣服里 只有他身着皮衣皮裤 飘逸的长发被头巾绑在一起 再加上嗓音头亮 歌唱的也不错 台下观众无一不被多威吸引 郭传霖和鸾树这两位兴坛像是一笑 黑豹乐队有未来了 随后几年 黑豹乐队在乐坛积极无名 直到1991年 才被比昂的实人经纪人陈建廷看中 并在对方亲信下签约香港近视唱片 成为比昂的乐队的尸体 公司不仅给美人配备了BPG 每月还有1300元的巨额工资 要知道当时北京职工的年平均工资 仅有2877元 1991年 窦维退出黑豹组建做梦乐队 一年后乐队已解散收尾 1994年 窦维又加入《魔言三结》 成为摇滚圈一代神话 成员之一何勇接受《新京报》采访后 曾这么评价他们 张主死了 我疯了 而窦维成仙了 2017年 有人在某乎询问窦维近况 窦维本人回答 最近录音机制作的成果甚是戏人 无念 窦维近期作品几乎已纯音乐式人 很多人说窦维变了 没摇滚劲了 可是大家却忘了 窦维虽已摇滚谋生 本质上其实一直是专注做音乐的音乐人 窦维的音乐成就 或许一个牛次就能改过 你从哪首歌开始崇拜窦维的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